上海烏魯木齊中路 这两晚因风控冷清 因白纸抗争 繁华人车接警 人变警察 车是派来支援警力的大巴士 TVBS实际问大陆当地襄阳的学生 在确保不透露各资姓名下 才接受访问 我们访问的对象 是支持这次抗争行动的 但他也说有些同学 并不支持或不发声 或有些人只要一发文 就被封锁 确实实际回微博搜 白纸两个关键字 相关讯息有 但都不多 而这次抗争 不少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也遇到 因为就是这样风 其实各个地方很多都还 就是有一些抗议的 像武汉那边我看到他是 就是抗议 然后就类似那种起义成功那样子 广东也是蛮严重 但是他们就没有风得这么紧张 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 欲言又止 同样拜托 访问不露脸跟变音 敢这样讲已是最大勇气 不过 现在中国大陆一派民众觉得 一连串各地抗争 根本是境外势力预谋好 要大家别上当 抗争遍地开花 张张白纸上大陆13亿人口 大家看见的不一样 D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观看 小铃铛